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女侠报恩》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出阳墓,名叫高玉亭 高玉亭是个孝子,当官上任后就派人去接老家的母亲御氏 这天御氏在赶往出阳儿子的途中,经过莱安县的东山 从轿子上看见东山景色清秀,便让轿夫抬轿上山 在山上逗留了小半天时间才返回 在御氏的轿子接近山脚时,听到附近传来一阵哭泣声 御氏让轿夫停下来,派人去寻找声音的来源 结果在一块岩石后面,发现了一个二十多岁的悲伤女子 御氏问她后,她回答说 我叫绿云,是莱安县玉亭的女儿,父母先后病故 祭母对我整日不是打,就是骂,我没有办法,只好从家里逃了出来 现在我无处可去,说着又哭了起来 御氏见她双目红肿,身体娇弱,不禁动了恻隐之心 就说,我也姓郁,儿子在除阳做官 现在正要去除阳,如果你愿意,就和我一起走吧 以后,你就在我身边照顾我吧 绿云听了,噗通一声跪在御氏的面前说 如果能收留我,我感恩不尽 情愿做个粗食丫鬟,报答老夫人 一路上,绿云不辞辛苦 日夜服侍御氏,御氏满心欢喜 到了除阳,御氏把收留绿云的事告诉了儿子 高玉婷见绿云模样清秀,不像坏人 便对母亲说,母亲既然可怜她 就让她做个贴身丫鬟吧 于是,绿云就留在了高府 数月之后,高玉婷的女儿出嫁给一位周牧的儿子 南方派了一队人,抬着花轿 吹吹打打地来接新娘 花轿刚过清流关 突然冲出一伙手执刀枪的强盗 抢走了新娘子 随从门仓皇逃回高府报告 高家顿时慌乱起来 高玉婷的妻子当场晕了过去 老母御氏脸色苍白 高玉婷不知所措 府里一些幕僚,纷纷献祭 有的说,该下令让捕快去捉拿强盗 有的说,必须派兵去围剿 高玉婷知道,不愧难以抵抵强盗 而围剿又可能伤害女儿 所以摇摇头没有同意 这时老母御氏叹了口气说 无论如何总要以保全孙女为重 如果她被强盗玷污了 高家还有何清白可言 高玉婷怕母亲着急出意外 一面安慰母亲,却一面心急如焚 不知怎么办 猛然间,一个娇弱的声音说 婢女到这里已经几个月 又蒙老夫人搭救 一直没机会报答 如果肯信任我的话 我愿意去一趟 高玉婷一看 说话的正是丫鬟绿云 她不禁苦笑道 你一个弱女子 手无腹肌之力 强盗人多势众 又穷凶极恶 你怎么应付得了 绿云答飞所问的说 事不宜迟,绿云告辞了 说完,竟像飞鸟一样 一纵身就跃到了窗外 转眼之间没了踪影 在场的人无不惊奇地呆愣在那里 绿云离开了很久 遇事才说 这丫鬟跟我几个月了 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谁料到她竟是这样奇异的人 高玉婷感叹道 难道她是人们说的那类女侠 大家半信半疑地猜测着 等到半夜月上树梢 大家扔静静地在屋内等候 一片气静 不知是哪位丫鬟前来上茶碰到院中花盆轰的一声 吓得大家一身冷汗 高玉婷正要责备 就听窗外有人带着笑声说 兴儿没有耽搁 不然就晚了 随后又听到有东西落地 只见绿云背着高玉婷的女儿 疲惫地来到高玉婷面前说 婢女没有辜负主人 女公子安然模样 大家急忙把女公子放下来 高玉婷一面拜谢绿云 以便请绿云坐下休息 大家询问女公子经过 她说 强盗把我劫走后 用黑布蒙上我的眼 堵住我的嘴 不知走了多少路 到了一个山寨 他们把我关到一间空房子里 夜晚的时候 一个强盗进幕要对我无礼 我极力不从 可强盗力大无比 忽然一道白光 从窗格透进屋里 让人感到一阵寒气 再往后 觉得强盗松了手 倒在我身旁 仔细一看 她已经死了 后来我就晕晕乎乎的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等到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在这里了 大家听完 一起把目光投向绿云 绿云有些不好意思 低头道 婢女很疲乏 想去休息一下 高玉婷点头答应 第二天早上 绿云向所有的人辞行 她说 谢谢你们在我无家可归时 收留了我 让我有一个温暖的家 现在我已经暴露了身份 不能在老夫人家里 继续待下去了 希望你们保重 随后 绿云从手指上 脱下一只铁剑环 对女公子说 等到危险到来的那一天 你远远地把她 投过去 就可以了 说完 绿云就离开了 就在绿云离开 一个多月后 一天晚上 夜半时分 果然有一伙强盗翻墙进入高府 他们手持快刀 头戴面具 一共有四十多人 高玉婷听到外面脚步声杂乱 知道出了事 悄悄叫醒家里人 叫他们登上楼 藏起来 强盗四处搜寻 不见人影 正打算上楼 情急之下 女公子来到窗前 把绿云送给她的剑环 扔向楼下的强盗 只见剑环 化成一船火焰 扑向强盗 强盗们顿时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就这样 这伙强盗轻易地被抓住了 几年后 高玉婷辞官 在回乡的路上 经过一片荒山野岭 只见远处 走来两个人 一男一女 走到近处 女子向高玉婷下拜问安 高玉婷仔细看看 女的竟是绿云 不禁喜出望外 绿云说 唯有了夫婿 说着直指身边的男人 又问 不知太夫人怎么样了 高玉婷告诉她 太夫人已经去世 绿云叹息了一番说 前面的路虽然荒僻 但我已经替您除去了危险 您放心走吧 又询问了太夫人葬在哪里 随后就不见了 此后 太夫人的墓田 年年都有祭品 高玉婷知道 是绿云来过 但却再也没有见过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如果您喜欢这些传统故事 请订阅 谢谢